嗨大家好 這是我另一個玩清田的伺服器啊 終於也爬上王牌啊 這個伺服器爬上王牌的這個 最後一里路啊 太艱難啦 我在明星一啊 呆了大概啊三四天有啊 我大家給你看我最後的戰績啊 人生真的太難了啊 這一場又是一個滿新場 而且還有點小爆片啊 這邊試看看啊 對方有沒有辦法擋著我的爆扣啊 看樣子是沒辦法 但一次擋不住不代表之後都擋不住 所以呢我們中間偶爾還是要穿插一下 那在玩這一場的時候 我還沒有習得跳扣這個頂級的技能啊 真的有點難啊 這場雖然有藤真比較好配合啊 但是呢始終啊還是沒有跳成功啊 有時候啊明明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會被我大拇指擋到 反而看不到隊友準備傳球啊 這球彈出來還好櫻木啊 及時的接到這一顆球啊 球權呢並沒有啊送給送還去給對方啊 那我這邊做一個二段拉回這一個中距離球技 這是一個龍處啊 被蓋了一次之後我們就要變換打法 那來看一下如果你要蓋這個光頭牆啊 就要趁他大概基本上就是一起跳 你就要跟著跳 這樣才蓋得到 那我這邊有跳步 結果哇櫻木直接一個鋪接啊 被他拿走了 那這個三分球彈得出來的 很可惜呢 球權在他們手上 完了這個三分球守得住嗎 沒守住啊 哇這個啊三分越野來襲啊 好那現在呢換我們進攻 還領先著一分 這邊呢藤真把球傳給我 我想要再試著扣一次 結果很可惜這球彈出來 還好櫻木接到這顆球啊 那藤真已經跑到三分線 我覺得他可以直接投 沒有必要傳回來 在這個位置你可以看到啊 所有人都攔不住他啊 但他還是把球傳回來啦 那我這邊往後拉再一個兩段 但很可惜被干擾到啊 那我發現這個光頭牢啊 可能啊會防止我的這個Stay Back 所以呢我等一下還要再變化一次 我等一下準備啊 再加一個轉身 這櫻木啊 突然做了一個普通上籃啊 這麼好蓋還不蓋啊 好吃的鍋不吃嗎 這時候剛才把球傳給藤真 這一球會傳出來嗎 傳到櫻木手上哇 結果彈出來很可惜啊 被對方拿走 哇越野就投三分了 還好這一球彈得出來 櫻木站的位置不太好 搶到了這一個籃板 這把球傳回來給我 對方沒什麼會抄劫的人啊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這邊藤真了 我以為他傳給我 我都做好Standby啦 好這邊直接晃了一下 做了一個格扣啊 我呢先蠱動一下扭一下啊 製造對方的這個困擾啊 想說啊 到底是有沒有上來 然後突然上去啊 因為很多人啊 都會看這個清田的腳步 在決定要不要跳 所以如果你多走幾步的話 對方可能有時候會被迷惑到 給這個越野球 就像把肉包子給狗一樣啊 拿了就投拿了就吃啊 完全不管隊友受得了受不了啊 好這一球輪到我們手上 我再拉回來 這邊直接踩到大招 沒問題 成功的扣進去啊 看得出來啊 剛剛那是一個菜肌的步伐 在地上摩擦啊 我沒有一次這個順途就到了 這個開大招的地方 還稍微卡了一下 不過還好對方沒發現啊 那我現在呢 就是要試著啊 練習一些 比如說跳步開大 或是跳步 慢扣 慢扣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比較好練習啊 反正就是盡量用跳步去接一些東西啊 但這時候真的很考驗的是 隊友的傳接球 你看像有時候 我有騰送傳給我 結果他其實傳給櫻木 那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的變化好不好 這個內藤 我覺得他的防守的觀念還不錯啊 他大概知道怎麼防守我 所以呢這一次我就再加一點變化 才能夠順利拿到這兩分啊 你看這內藤呢 跟我跟的很緊啊 如果剛剛啊 直接只用兩 只用這個 Stayback的話 很有可能被他扒下來 這邊我再拿球 往後兩段 就這內藤跟到啦 有沒有看到 哇這內藤的學習力很強啊 還好我再拿下這一個 那個地板球啊 好了這邊櫻木開大招 應該沒問題吧 Thank you very much 輕輕鬆鬆 再把球灌進去 好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極力防守啊 防守完蛋了一個歪腰盤的機會啊 被投進了 是一個空檔三分啊 這越野真的不簡單啊 我本來想說要趕快去防越野啦 就來不及啊 對方的擋拆擋得還不錯 那我直接往後拉櫻木幫我做一個底 這個擋拆也還不錯 成功的擋住這個內藤啊 不然的話我就是內藤了 很有可能要衝過來把我扒下去啊 好現在呢要全力的防守 越野跑到外線 哇完蛋被他一個開大歐洲步 可惜可惜啊這一球 其實越野大招相對好蓋啊 因為我很常被蓋哈哈 好來大家看一下這邊的話 藤人把球傳給我 我稍微扭了一下有沒有看到 我扭了一下才做格扣啊 但是沒有騙到對方啊 我本來想說要用藉由這個 蠕動你知道嗎 蠕動的身軀啊 那騙一下對方起跳 但很可惜沒騙到 那這個光頭的大招呢 很多人都說 就有人在教什麼 手拉到最直啊 但是啊 我覺得這個方法好像不是很好 但等我找到更好方法再跟大家講 好這邊漂亮的再拉出一個Welpen 沒有人守得住我啊 這一球投進了 可是呢 你可以看現在時間剩下50秒 我們只領先一個球權 我很怕這越野再投一個三分 別啊 OMG 還好彈得出來啊 櫻木漂亮啊 搶到這籃板 第六顆籃板啊 那這時候呢 我稍微的浪費一下時間 交給藤真 換我進去內線 我是覺得藤真可以試著投一個外線 那我這時候藤真會搶救給我啊 沒有他自己硬幹 這一球球進 現在分岔來到了兩個球權 這時候啊 就稍微比較安心一點 還有30秒 而且我還有一個大招 哇可惜 櫻木的這個普通上人 並沒有被蓋掉 反而是啊 輕而易舉的進入啊 那現在剩下30秒啊 我們必須想辦法把這時間耗完 我的大招還有 還有一格還有一格 現在79了79了 快到80了 OK 我現在80了 我現在運球 一個突進到這一邊 大招開起來 Thank you very much 單臂爆扣 那這個時候呢 對方呢會不會選擇三分策略 防守 哇 沒防守到啊 Holy shit 三分蛋清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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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時間必須拖啊 必須給他拖起來啊 全員一起拖時間啊 來啊來啊 左跑跑 右跑跑 跑跑卡滴車玩極速領域 那應該是沒問題 耗完就好了 來這邊再一個 long two It's good 最後呢帶著三分的領先優勢啊 終於啊 我跟你講啊 我玩這一場的時候 我心裡就有一種感覺啊 我感覺我絕對不會上王牌啊 我覺得這個賬號上王牌 處處受到艱難的這個考驗了啊 終於啊千辛千辛萬苦啊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上王牌之路啊 這個賬號啊這個伺服器啊真的很慘啊 幾乎都是贏一輸一啊 連贏二就連輸二啊 啊所以每次啊 往前贏一格的時候啊 我都啊 就是不會抱太大希望 我最後啊 是這個六戰五勝啊 才贏上去的 你可以看啊 有沒有看到 輸二贏二贏二輸一贏一輸一贏一輸一贏一輸一 哇這個三連敗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單排啊 然後這個贏一輸一贏一 然後這邊 全部呢 前面這個連贏的啊 到後面都敗光光啊 啊真的很慘真的很慘啊 這個很艱辛你知道嗎 我這個賬號啊 這個伺服器原本啊打到明星 明星排位的時候啊 是80%勝率啊 啊就最後啊爬完之後啊爬到王牌啊 已經剩下65%了 這個勝率啊掉的極速啊 Super快的而且 前面有其實還好前面算就是小有起伏 那到了最後一個明星一這個排位啊哇 水深火熱啊 我原本有一度啊 本來在大概一個禮拜前啊 我就有一度已經到了滿星啊 結果一路輸啊 狂輸猛輸啊啊輸到了那個 最後輸到哪里啊輸到明星二啊 真的很可憐很慘哦 而話說我另一個賬號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啊 也是就阿神那個啊 現在阿神在明星在那個王牌場 我是覺得游刃有餘啦 但是想當初啊那個賬號真的很可憐啊 我覺得單排的人真的是 你除了實力啊硬底子以外 你的心理啊非常非常的強壯啊 像我現在有開另一個小號啊 然後是專門玩魚住 我就跟我另一個朋友玩工程的 他還是我就是只剋30塊啊 我發現啊雙排啊真的只要開語音 這很好溝通啊 就比如說我魚住要起跳的時候 欸準備接球 然後就就球傳給他 然後他就知道要幹嘛 可是啊這個在這種單排場啊 你根本很難啊 而且我也不太會去開什麼語音 跟人家聊天跟人家講話 我基本上啊聽到隊友開語音啊 大部分都是隊友在罵人的時候啊 就是你知道要輸的時候 然後就會開語音然後罵髒話 我會覺得 我真的很欣賞啊這種單排打上去的 不論是其他的youtube做這種 灌籃高手youtuber還是玩家 就是單排至少打上巨星吧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受人景仰啊 我像我阿神那個帳號現在就在巨王牌3啊 朝著單排上巨星邁進啊 那我覺得啊上了這個王牌之後啊 就應該要有一個機制叫做預選位 是真的預選的啊比如說我先選好像傳說那樣 我預選好了中鋒 或是一次可以預選兩個位置 就中鋒大錢 那你你進去的時候啊那就是 就要就就可以不會讓你比較不容易撞位置啊 因為有時候啊在玩這個 pick角的時候啊我很容易啊位置一撞啊 那還好我個人的是練比較多隻角色的啊 我昨天啊看了一下那個台灣花枝玩大大的那個影片啊 他在教那個山景這個無刻上巨星嘛 然後呢他有一隻角田啊 綠色角田啊綠色奇蹟啊 他說啊如果隊友不給他山景啊 那他就用角田啊 然後角田勝率啊奇慘無比啊 我就覺得 好啦他很有個性啊 但是如果遇到這樣玩家有點頭痛 所以我也是會害怕 所以我自己呢當然也是三個位置都盡量去練啊 那遇到我會先給隊友選啊 如果隊友要一定要選跟我撞位的角色 我就會把那個角色讓給他 就讓他選他比較強的嘛 就是讓讓他選他最會的 這無話可說吧啊 這樣等到他打的很智障很奇葩的時候 我才能做靠北隊友系列啊 才能夠做的問心無愧啊 不是這個人不會玩啊 那是會玩然後要玩的很靠杯啊 好啦今天這部影片到此結束 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 拜拜